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同样的一个人就有做出同样的建议 也就是Azalina 现在巫统级的法律部长Azalina 他现在提出要制定国会认期法 其实在2021年慕尤丁做首相后门政府的时候 当时他也有提出固定国会认期法 当时他的身份是副议长 下议院副议长 当时的议长是阿达哈伦 他是后门政府所委任的 他当时就有建议固定国会认期法 所以目的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要说要建固定认期 要定立这个法律 是因为有政变有青蛙要跳槽 所以要稳定政府 我们不可以给政府动摇 所以要制定这个法律 2021年当时慕尤丁政府也是风雨飘摇 所以搞了很多风风火火的东西 关国会 紧急状态等等 不要给信任动议通过 然后撤换议长 然后议长非常的不中立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 同一个人Azalina也提出了固定国会认期法 所以在之前的讲题 我们就讲过固定国会认期法 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建议 当时我们是说绝对不需要的 现在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双重标准 国盟定立这个东西 你们骂 现在西盟要定立这个东西 你们就赞赏 其实你背后的意识 你的双重标准就是这样 错跟对没有标准 只要是我的人 错的也是变对 只要不是我的人 或者不是我支持的对象 对的也变错 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因为你要考虑 现在是你支持的人 定立这个法律 但下一次大选 还是你支持的人 可能慕尤丁做回首相 那慕尤丁也会遭受 固定国会认期法的保护 所以如果这个法律 是为了让政府稳定 为了阻止政变而形成的 那你不应该用这种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的方式来看 因为任何法律 你制定了之后 谁做政府 他都是会有效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双重标准 千万不要双重标准 Azalina至少在这个课题之上 他没有双重标准 他认为需要制定 在国盟之下 他也认为要制定 在西盟之下 他也认为要制定 但是我是完全站在 反对的立场 原因是什么 那 为什么说不可以制定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 这个第二部分 应当在马来西亚推行 像湾Zunaydi 等一下我在标题也有讲 等一下我们最后也会讲一下他 我有做了一些图片上来给大家看 湾Zunaydi 他说以印尼 菲律宾 美国为例子 我们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可以有固定国会任期法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不能有 菲律宾有印尼有 美国也有 台湾也有 台湾就是每年的1月 每4年的1月会举行总统大选 5月就会宣誓就职 5月20号 为什么马来西亚不可以 其实这很明显是忽悠的鸟话 湾Zunaydi要去做周园首的 所以他还没有做 我们现在要骂他 要赶快去骂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鸟话 也不是他第一次讲鸟话 等一下我们放在最后 他另外一个鸟话放在最后讲 为什么说他是鸟话 因为你举的例子 美国也好 印尼也好 菲律宾也好 他们都是共和制 都是总统制 跟马来西亚 西敏市议会制度是有差别的 在西敏市议会制度里面 我们的政府是国会议员 投选出来 并不是选民直接投选出来 所以他获得权力的基础 是不一样的 这一个小小的分野 就注定西敏市议会制度国家 并不适合固定论期 为什么 因为人民你要投票 肯去选总统 总统来组成政府 你要罢免 也要通过人民来罢免 那你要人民来公投 人民来罢免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都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国会西敏市议会制度里面 国会议员要转换阵营 或者是他不用转换阵营 他凭着良心投票 你比如你现在要 固定国会认期法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错的 我就可以推翻你 或者是我就可以拒绝你 拒绝你的之后 其实你政府任何的议案不通过 对政府的微信都会受重创 如果是预算案不通过 那对这个政府就形同是不信任动议 那如果你的预算案里面是很荒谬的 乱花钱乱花钱 然后全权不进蓬党里面 国会议员也应该跟着良知去投票 去否决嘛 所以本身这个权力基础不一样 就造成没有这个固定任期的可行性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西敏市议会制度国家 都没有固定国会认期法 当然英国之前有过 底下我们会讲解 简短的讲一下 之前也讲过了 但是跟总统制国家完全不一样 是几乎所有总统制国家都有固定任期制 因为他是直接获得人民授权而组成政府 所以在总统制国家不会有悬持议会 像之前我们讲 他会有悬持议会 但不会有政府难产的情况 在西敏市议会制度国家 只要你有悬置议会 就表示政府不能组成了 因为国会没有人过半 由谁来做政府就不明确了 可是在总统制度赢一票也是赢 像之前陈水扁两颗子弹 他才赢送处于 赢送处于跟连战多少票而已 可是他还一样是总统 不会出现组织不了政府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差别 One United作为法律部长 前法律部长 然后作为上议院的主席 却特别拿共和制度国家的例子 来justify马来西亚 要做固定任期制 很明显就是不恰当的比喻 完全错误的比喻 那英国之前不是有过固定任期法 那他为什么会 我们说之前会有 就表示现在没有 他是2011年制定的 2022年就没有了 那我们先讲 为什么他当时会有 这个固定国会任期法 他并不是阻止政府被推翻 阻止反对党换政府 在英国的固定国会任期法里面 是允许反对党换政府的 会制定这个固定国会任期法 其实是2010年的选举 当时的英国出现了选制议会 保守党差20席才可以组织政府 他只拿到306席 要326席才过半 所以组织不了政府 他就去找第三大阵营 也就是自由民主党 第二大阵营是赢250席的 50多席的工党 劳工党 Tony Blair 不懂大家还记得吗 劳工党 但是当时不是他领军了 他去找第三大党 自由民主党 赢了57席来合作 可是自由民主党 就跟马来西亚的情况 2023年是一样 第三阵营是国阵 第二阵营是国盟 第一阵营赢得最多席位的是西盟 但是大家都不过半 西盟去找巫统来合作 两者的立场本来是相左的 可是为了要组成政府 大家要合作 不然政府会一直难缠下去 在英国也是一样 自由民主党也是跟保守党是不能合作的 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 可是为了组织政府 大家勉为其难来合作 就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跟固定国会任期法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恰恰是因为自由民主党不相信保守党 他怕被保守党利用 所以他们说我要加入联合政府可以 可是你要做这个固定任期法 确保我们这一个联合政府 至少执政五年 不要你执政了两年三年 你苏格哈迪爽爽爽就来解散议会 像以前老马或者是其他的政府 新首相上映前首相 他们通常都不会做满五年的 三四年的时候 四年或者是四年头三年尾的时候 就会解散 为什么 因为你突然解散闪电选举 你可以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自由民主党他担心保守党也这样子 你利用我们稳固了政权 你把你的选民安抚好了之后 你认为你有胜算之后 就一脚把我们踢开 重新选举 所以当时是自由民主党跟保守党合作 他怕保守党背叛他 那他才要求做这个固定任期法 所以他的关键并不是阻止反对党导政府 而是阻止首相或者是君主 因为最后解散的权利是君主 但是必须是首相先要求 君主可以选择同意还是拒绝 把这一个权利给拿掉 所以他限制的是首相跟君主 解散议会的权利 并不是限制反对党导政府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明白 所以你现在说为了阻止他人反政府 想要把这个 想要制定这个国会任期法 其实你是把牛头安在麻嘴之上 是完全本末导致的事情 就像你头痛你去衣脚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 固定国会任期法 并不能让国会稳定 并不能让政府稳定 这一点是要明白的 他是拿掉政府的首相 随便解散大选的权利 当时英国的反对党 他也是支持工党 他也是支持这个固定国会任期法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限制我导政府的权利 我还是一样可以导政府 但是你限制了首相的权利 既然是限制首相权利 我作为反对党 我当然支持 你不可以随便举行大选 这样我们 对我们是好事 对人民也是好事 因为你知道 比如每年的5月 5年的5月 像2023年11月 我们讲2023年11月 举行选举 那下一次就2028年11月 举行选举 第三个礼拜来举行选举 第三个礼拜的星期六 那我们就可以先做好计划 反对党可以先做好计划 我的候选人要怎样去安排 要怎样去筹款 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拼命老百姓 也可以来做自己的planning 你要去旅行 要去看医生 要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避开大选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好事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固定国会认起法可以制定 但是它制定并不是用来 让政府稳定的情况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我的民意调查 会换了问问题 问题的语句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顺道也讲一下 自由民主党 它本来在2011年是第三大党 赢了57席 后来它违背了自己的理念 为了当政府 去跟保守党合作 组成联合政府 那我问大家 2015年 举行选举 2017年也举行选举 2019年也举行选举 上一次选举 应该是2020 几年 反正你知道 举行了这么多选举 在那一次之后自由民主党变成怎样吗 只剩下10席左右 最低只来到8席 所以这个其实跟马来西亚的情况是一样的 巫通 如果再继续下去 就会变成自由民主党 席位反而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不会因为你有在政府里面掌握资源 你就会慢慢的壮大起来 不会 因为道理很简单 如果我是要支持两大阵营的 我为什么要通过一个代理人呢 这一点我们之前就分析过了 所以你第三势力去依附大党 是一条不归路来的 就像柯文哲 他作为第三势力的政党 民众党 如果他去投靠民进党 或者是投靠国民党 未来必然会示威 因为做得好是政府的功劳 做得不好你支持他 你也要连带责任 我既然都认为政府做得好 你是小党 跟政府站在同一阵线 我为什么要通过你来支持政府 我不会直接支持政府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通过中间人 所以这个是自由民主党 他用他自己学的教训 来展示给大家的情况 在之后保守党 就没有再照顾这个小老弟了 不会说我们一起组成过政府之后 我之后还会来照顾你 并不会 因为政治是很现实的 我利益分给我自己人都不够分 我这么要分给你这个外人 所以当他只剩下八席 剩下十一席 剩下十二席 剩下十五席的时候 保守党 即便他还在做政府 现在还是保守党做政府 都不会再邀请他来组阁了 政治就是如此现实 所以搞政党 搞第三势力 如果你真的是要做下去 一定要自强不息 不要老是想着依附别人 那第四点 我们回到固定国会认期法 固定国会认期法 没有阻止导政府 为什么 即便在英国的固定国会认期法 它里面也清楚阐明 你是可以导政府 你是可以投不信任东义的 那国会就会提早解散 可以提早进行大选 因为这个是民主宪政的基础 是西敏市议会制度的基础 如果你不让国会议员 可以投反对票 可以转换阵营 不要跟政府同样的方向 那就意味着 这个政府不管做得多烂 你都要给他做满五年 你唯一可以制衡政府的机制 都没有了 在共和制度之下 他们会有罢免 总统做到不好 你半路要换他下来 可以罢免 可是罢免他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要公民复决 需要国会提起 然后要公民复决 在国会 西敏市议会制度的好处 就是你要倒阁会比较容易 所以他监督 如果两限制成熟的国家 他监督政府的能力 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 固定国会认期法 你不可以给他导政府 那就相当于 你选了一个总统上去 你不能给他罢免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完全违反民主的一种情况 也正因为这一个原因 英国的固定国会认期法 在2022年就被取消了 正式通过一个法律 把解散国会的权力 回到之前 2011年之前的情况 由首相 由君主来决定 几时要解散 所以这个法令只存在了 11个月 11年的时间 其实真正在执行 直到2019年 因为2019年的时候 就已经 整个国会都已经 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取消掉 这个议案了 要repeal掉这个议案 而在这10年的 10年11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固定国会认期法 也真正生效了一次而已 就是2015年的大选 确实是五年的时间 在他们原本预定的时间举行 接下来2017 2019 都举行了闪电选举 因为当时 英国是面对一个 很重大的课题 整个国内局势是很分化的 是什么事情 就是脱欧 英国脱欧 要退出欧盟 要自己成为一个 欧盟之外的独立国家 所以当时 国会内部是很分歧的 所以就造成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国会 首相支持 这个脱欧 或不支持脱欧 你国会议员 就会有自己的立场 那我跟你的立场不一样 我就会投下反对票 投下反对票 你 没有掌握足够的支持 你就要下台 所以固定国会认期法 并不能保证 你可以坐满认期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因为国会议员可以 defect 可以转换立场 根据自己的良心来投票 这个是民主的最底线而已 所以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固定国会认期法 在英国是失败的 最终被取消 原因就是如此了 所以固定国会认期法 完全不能够阻止 政变的情况发生 完全不能够稳定政府 这一点大家是要明白的 那我现在就进入第四点 那你要稳定政府 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真正的解放是什么 其实就是反跳槽法 反跳槽法 一个好的反跳槽法 完美的反跳槽法 就可以阻止这种跳槽的行为 可以阻止政府风雨飘扬 为什么之前马来西亚 要制定反跳槽法 不就是因为喜来登政变 然后大家一直安华 I have number 大家一直在搞政变 导到政府不能够 好好的施政 所以大家有这个 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然后去定立这个反跳槽法令 所以反跳槽法才是政结 只要国会议员 不可以随便跳槽 你可以跳槽 跳槽了之后 你要悬空你的席位 再交付选民来决定 你的跳槽行为是对还是错 你跳槽的理由 是人民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 这个就可以确保政府的稳定 但是很可惜 我们的反跳槽法是废的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我在两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讲解了 它的漏洞是什么 被开除的人不算跳槽 如果被开除的人不算跳槽 那2020年喜来登政变的时候 阿兹敏跟朱莱达也不是跳槽了 因为他们是被开除的 所以你这个反跳槽法 存在这样子巨大的漏洞 就可以让这些国会议员 故意做出一些 你党会开除我的东西 我等着你开除 我就是不要跟着你党的意思来走 我虽然名义上还是土团的党员 还是公正党的党员 但是我事事跟你反着走 这样子有任何的意思吗 没有意思 可是当时的反跳槽法 却留下了这么样大的一个漏洞 而且当时全部人 包括国盟包括西盟都跟你讲 这是一个进步 这是一个改革 你看现在两年后了 很清楚的看到这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要补上这一个反跳槽法的漏洞 才是稳定政府的良方 那这一个漏洞之前有人讲 我们只要制定 修法废时 不如修改党章 这个是万祖奈迪讲的 我特地把这个新闻剪出来 之前我们在骂的时候 万祖奈迪给出这个建议 然后行动党也去修改党章 巫统也去修改党章 公正党好像也修改党章了 就说没有问题 我们只要修改党章 你不根据党义 你就是自动被开除 就可以绕过这一个宪法的漏洞 我们当时就抨击 这个是错误的 你看万祖奈迪 我特别简了两个新闻 他在当时制定反跳槽法的时候 抱持这个立场 这一个讲法是错误的 我当时就反驳了 为什么 因为宪法讲到很清楚 开除不算 你的党章是大不过宪法的 你党章可以讲到怎样都可以 但宪法是最高的法律 任何跟它冲突 就算是法令 就算是州政府制定的法律 或者是任何事情 只要违反宪法 那它就是无效的 你的党章都大不过宪法 那你修改了有什么用 而且第二点 你修改了之后 你宪法没有改 你修改党章 你要执行的时候 会有一个空窗期 可以让人上法庭去挑战 所以你既然都知道 它是一个漏洞 还呼吁大家去修改党章 来填补这个漏洞 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 从根基上来解决 反而掉在那边 用这种狼来了的方式 自欺欺人的方式 那为什么我之前讲了 没有人力 你看我为什么现在 要把One Junity的拿出来 你看下一个新闻 现在的One Junity 三天前1月19号的新闻 静议员违逆党章不可靠 One Junity主张修反跳槽法 我也剪了两个新闻 限制议员党章条例 可带上法庭挑战 One Junity建议修改反跳槽法 看到吗 这个不就是我两年前 所讲的东西 完完全全就是我两年前 讲的东西 现在One Junity在两年后 重复我两年前讲的东西 然后打脸了两年前他自己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打脸他自己 现在One Junity 他可能是要做元首的 所以他没有这些政治包袱了 所以他开始讲 就讲这个大实话出来 他不用背负这个政治包袱了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事情的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方法 正解在哪里 但是这些政治人物 却一直假装都看不到 所以One Junity 讲了真话出来 我们要拍手给他 要鼓励他 所以要政府稳定 要制定真正的反跳槽法 不要假装努力 结果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我两年前所讲的东西 现在已经一一的被证实了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你要稳定自己 现在去修法 而且你现在修法 是可以得到土团党的支持的 因为土团党正在被迫害 他六个议员跳槽去支持安华 虽然没有退党 可是就是用反跳槽法的漏洞 我故意跟你党的立场不一样 反正你也不敢开除我 你不能够对付我 你最多就是冻结我罢了 像伊沙姆定被冻结一样 我还是国会议员 我还是可以支持对方 联合政府最错误的地方 就是接受这六个人这样子 钻这个反跳槽法的漏洞 来进行跳槽 你等于是把这个漏洞 盖棺定论 承认这个反跳槽法是废的 所以其实就是被狠狠打脸而已 而且政府的这一个行为 变相鼓励了跳槽 因为你把反跳槽法是废的 这个结论已经盖棺定论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敌拜行动啊 回教党啊 可以大言不惭的跟你说 我们有权利可以反 你看安华你自己都接纳 别人这样子跳槽来支持你的原因 所以政府是搬起石头来 砸自己的脚 拜托把这个漏洞补上 这才是最正确的解决方案 那最后再讲一下啦 固定国会任期其实也是有好处 但是它的好处并不是为了维持政府的稳定 为了反跳槽 并不是 第一个好处就是 不会打反对党一个措手不及 不会给人民一直在拆啊 媒体人民一直在拆 几时要大选 几时要大选 其实首相真的就是有绝对的权利 在现行制度之下去决定 几时要举行选举 我之前直播有讲过吗 去猜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可能他梦睡觉的时候 梦到有一个人跟他讲 你应该举行大选了 他就明天就来解散 根本就不逻辑的 这些当然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给他有 certainty 给他有一个稳定性 这样子对人民也可以做出 planning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固定国会任期法 你可以或者不用固定国会任期法 其实你可以制定一个明确的法案 就是你要反政府 不信任动议要在国会提成 就是把SD交给元首来认证的权利拿掉 但是我不觉得有人敢这样子做 但其实这个才是正确的情况 之前我讲Tommy Thomas TT的书 里面讲到一个章节 其实老马当时做对了一件事情 老马有要求 在TT的建议之下 他有要求当时的议长 西蒙的议长说 我们要回到国会召开紧急会议 让国会选出新的首相人权 记得吗 我当时的直播有讲到这个课题 记得有听过的读有发个误 可惜当时西蒙的议长 他担心 他就是担心 我这样子做是不是不尊重元首 是不是不尊重的宪法 因为宪法根据之前的判例 是可以去皇宫禁建 然后来提成不信任动议 不一定要在国会 他因为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担心被迁服措置 或者是被抨击 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所以导致当时喜来登政变 最终是由援手 一个一个去接见国会议员 耗死耗力又不透明 因为你在里面你投了什么票 我们人民是看不到的 皇宫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不知道的 可是如果是在国会举行 你投票 我们现场直播可以看到 也就不会出现讲一套 做一套的事情 你突然转票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 所以这是更好的反案 但是很可惜 当时首相已经同意要这样子做 老马当时同意要这样子做 可是议长他却拒绝了 这个是最讨厌老马的 Tommy Tommel写下来的 所以他的真实性 应该是毋庸置疑 所以我们错过了 其中一个巨大的改革契机 那现在如果可以明确指定 任何不信任动议 要推翻政府的表决 都应该在国会执行 当然是一件好事 也可以杜绝掉这种拉人 然后这种密室政治 收买来收买去 然后一直去找阿公 去打扰阿公的情况发生 所以绝对是一个好事 但是你要制定这个法律 当然我不觉得政府会做这个改革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出对的建议 这个改革如果你真的要推行 当然也要确保 国会不能够随便拒绝不信任动议 所以一定要修改议会章程 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国会议员 有同意这一个紧急动议 这个不信任动议的紧急动议 就要优先被处理 议长不可以拒绝 必须写到清清楚楚 比如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 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 同意我们要提成这个不信任动议 那这个不信任动议就要变成 当天议事优先要解决的问题 要先进行投票 解决这个问题 才可以去讨论其他事情 只要有这个法律在里面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议长或者是政府 会滥用这个议事程序来阻止 推翻政府的行为了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当然有人会担心 红律师如果按照你这样子的建议 会不会出现反对党 每一次都提成这个不信任动议 然后拖延议会的制定法律 浪费议会的时间 其实这一点是起人忧天 如果真的有这个法律 反对党是很难去滥用的 因为如果你提起了不信任动议 然后被拒绝你输了 你是很难再提出第二次的 你不可能一个月后又再提出 因为你输了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你短时间再提出第二次 你受到国民的责难会很大的 所以会滥用会这样子 滥费时间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你要知道 不信任动议或信任动议 你要表决的时间 其实是很快的 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可以看回之前 霹雳州的这个信任动议 导致这个Faiza下台的情况 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的东西 也不会浪费太长的时间 但是他所得到的效应 他得到的改革效果 却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我们人民可以清楚看到 谁支持谁反对 支持的原因是什么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改革 你要做固定国会认期法 倒不如做这一个事情 反而是更好 当然也包括修改反跳槽法律 所以我特别拿 One Juni D的这个情况来讲 就是要给大家看 你看两年后悠转 两年前两年后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他讲的东西我在两年前就已经讲了 当然那些洗地找理由的人 他们肯定是当做没有看到 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但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一说一 该对的就说对 错的就说错 不要像One Juni D要退休了 也恭喜他 应该沙老岳州的元首 脱不出他的首掌心 因为GPS老实讲 也提不出其他人选 因为你做州元首 你要德高望重 Avangio还在做premier总理 他不可能去接任元首 那Avangio之前的这个州首长 就是Dai Mammut现在的阿公之后担任首长的 叫什么名字 非常好的一位首长 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 已经病逝了 所以是找不到这种德高望重的人物 那One Juni D是GPS里面 他做过部长 然后又做了上议院的主席 你要知道上议院这么多年以来 也只有两位沙老岳人出任过上议院主席 One Juni D是第二位 所以从资历来看 最符合资格也是One Juni D 那肯定有读有问 会不会有变数 为什么Avangio被问到的时候 就讲我们没有讨论这一个事情 其实很简单 因为要尊重Dai Mammut 太义虽然老了 也接近快要90岁了 身体也不好 但是他在土豹党 他在沙老岳政局的影响力 都是很大的 所以你现在他刚刚回国 他上个礼拜五才刚刚从土耳其 从外国回来马来西亚 好像是去接受治疗什么 他才刚刚回来 然后二月尾才是要撤换的时间 他自己没有表达他要退休 以他的身体状况 以他的年龄是应该要退休 可是在他自己讲之前 你们就一直讨论讨论 很明显是对他一个不尊敬的行为 所以Avangio他讲 我们没有去讨论 我们没有去开会 否认这些事情 是礼貌上是正确的 所以安华也没有直接讲 不过他已经说 我们有提成一个人选 安华肯定在沙老岳是不一样的 对沙老岳的首长 这些政治人物而言 你是要遵从Dai Mammut的 所以并不是说 One Juni D有变数什么 在我看来是百分百的事情 肯定是由One Juni D来接任 因为Dai Mammut也老了 然后唯一符合这个资格的 就是One Juni D 所以顺便也分享了这一点 因为很多读友问我 那最后一个讲题 我就讲到这里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